当您觉得宝宝快要出生 请您在前往医院前 首先致点医院 让我们预早准备 妇产科中心的电话号码是 604-244-5133 带您向护士讲述您的情况后 护士会告诉您是否要立刻入院 是否入院要视乎您个人的情况 比如预产期到了没有 是不是第一胎 有没有流血或者是穿羊水 如果有人或宠物需要您的照顾 请预先做好安排 让他们得到所需的照顾 在Baby's Best Chance手册里面 有一张清单 列明入院行李要携带的东西 请预备十条卫生店 十条新生婴儿尿片和湿纸巾 也不妨多带一个枕头 在医院陪伴您的亲友 需要自备睡觉用的床单和枕头 入院待产的时候 您可以在急诊室前面的停车位停车 最多一个小时 您需要在急诊室门前的蓝灰色收费表 输入停车位号码 用硬币或信用卡付费 穿过急诊室入口 进入急诊入院登记处 向当职的护士出示您的BC医疗卡 和一张有照片的证明文件 进行登记 如果您感到非常不舒服 可以立刻前往妇产科中心 陪您入院的亲友 可以替您返回入院登记处 办理入院手续 及领取入院表格 要前往妇产科中心 您可以乘难易的电梯到第三层 出了电梯左转 到达妇产科中心后 有护士或该中心的职员协助您 带您到分流区或诊断室 评定您的状况以及缓急次序 一切安顿后 陪同您的人 可以把汽车停进停车场 停车场每一层都设有停车收费表 您可以拨打604-662-7275 输入位置编号警号5742 支付停车费或加时 如果您登记了住院预选安排 可以到急诊入院登记处 领取24小时停车许可证 这个时候在妇产科中心的护士 会收集您的尿液样本 替您量血压 量体温和检查胎儿的心跳 护士会查问您的预产期 健康状况有没有敏感和政府用什么药物 如果您的医生或住产室 曾给您表格填写 请您在这个时候把填好的表格交给护士 护士或会做体内检查 确定您产道的扩张幅度 似乎检验所得的资料 可能会让您留在妇产科中心 或者会让您先回家 待阵痛交繁平之后才入院 尤其是生第一胎的母亲 要先回家等待的情况并不罕见 大部分孕妇在胎冻的早期 待在家中会舒适一点 妇产科中心的医护团队 包括注册护士 家庭医生 妇产科医生 麻醉师 助产室 儿科医生和社工 为您提供最卓越的护理服务 列治文医院是一所教学医院 所以会有实习医生 在院方专人的指导下 为您提供护理 入院后我们会送您到 其中一间新式设备先进的产房 每个产房都有特制的产床 一张让产妇胎冻时候 或者哺乳时做的大椅 房内另外有给陪产亲 有用的长椅或折叠床 还有孕妇专用洗手间 设有淋浴 帘膨头或浴缸 产房移应俱全 有胎儿监护器 血压机和分娩扶手 额外的器材包括助产球 和分娩椅以供使用 您也可以携带自己的助产球 产房还设有婴儿护理中心 照顾有需要的新生婴儿 所有房间都设有电视机 透过医院网络接收电视频道 如果您想收看电视节目 您可以在接待处索取收费服务的表格 有专人会在下午三十至七十 到您的房间替您安装 为您入住妇产科中心更舒适 您可以带喜爱的音乐在房内播放 调整睡床位置或把灯光调按 在住院期间 医院会提供每天三餐膳食 如果您有食物敏感或特别的饮食需要 请告诉我们 欢迎您使用房间里面 或两个厨房其中之一的冰箱 存放小吃或饮料 每个厨房都有烤面包机 水壶 饮水机 制冰机和冰箱 还有小量果汁 牛奶和小吃 供产妇享用 陪伴产妇的亲友则需要自己安排膳食 也可以光顾设在医院二楼的自住餐厅 或地面大堂的咖啡室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